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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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学佛法 最重要的目的 它就是自在 自在 当然如果我们去造恶业 当然不会自在 就是说内心里面 接受一切 虽然场地很大 人不多 但是什么多? 众生多 希望他们都来参加法徽 所以所有的神明 所有的众生 亡魂 动物 多胎胎儿 希望他们都能够来 得到 法徽的功德 这是我们的心愿 各位刚刚念着 不到一分钟 这个叫佛性 如果你很专心 哪怕等下在五分钟 可能你要开刀 要把腿切掉了 你还是保持这个心就好了 如果你保持这个心 医生会说 好像不用切腿了 或者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了 你的癌细胞就不会再增加了 这个就是佛法 一切为心照 所以我们的心 可以改变自己 可以改变别人 可以改变世界 但是千万不想要去改变别人 你儿子天天打电通玩具 你很烦 那你就乱掉了 所以你的先生晚上又不回来 你就很生气 你煮的饭又堵 我跟你讲 那你就会让你自己睡不着觉 生病 所以佛法要告诉我们 你要得到快乐 你要安住正念 也叫随缘自在 不要烦恼 那你不烦恼了 你就可以帮助对方不要烦恼 因为你一烦恼 讲的话就是烦恼 你会有毒 等于拿一杯水有毒给别人喝 那你不烦恼 对方就不烦恼 特别是因为我经常在超度 因为有很多信徒找到我 都不是好问题 什么死 什么开刀 什么想要自杀 或是已经自杀了 但是我发觉 我如何帮助他 这是我最主要的责任 但是帮助对方 我不希望对方知道 因为这是我的因缘 后来我已经 当然我以前也是很认真的 帮他求 帮他念佛 帮他诵经 后来我发觉对方还是在痛 还是不舒服 甚至往生者好像还没超度 后来我就一检讨 原来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用一个压力 一个担心去帮助他 你念什么佛陀 是担心担心担心 所以佛陀要跟我们讲的 最主要的修行 念一下 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在行为上我们做好 但是最重要的 自尽其意 所以 各位 内心里面保持清静 没有烦恼 又保持悲心 那一个往生者一定会去净土了 就像你替一个往生者 祝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用担心祝念 他就是担心 你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阿弥陀佛说 你命中乃至一个正念 十念 愿往生者 必定往生 哎呀 太好了 你用这样的正念 信心 为他念 请问他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所以话讲回来 他没有去极乐世界 甚至下地狱是谁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 这就是佛法 佛法讲空性 他就告诉我们 外在的一切跟我们都有 息息相关 你要改变外在的一切 包括你的家庭 事业 那你要先改变你的心态 这个改变并不是很困难 恢复本来的面目 各位前面的花好不好看 随习共得 这样就好 内心里面像花一样的自然 我觉得荷兰最大的好处是花漂不漂亮 太漂亮了 我这一次去德国很严谨 德国人 我们可以学习 再来去法国 有一点浪漫乱乱的 但是他们很重文化 很喜欢聊天 不错 后来去西班牙葡萄牙 又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 神圣罗马帝国的感觉了 讲的都是国王皇后 像沙漠一样 什么不多就是蚂蚁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喂蚂蚁 一直喂蚂蚁 蚂蚁喂完以后喂鸽子 所以昨天到荷兰 我觉得好像佛陀来荷兰的一样 所以感谢我们 陈居士带我们去吃晚餐 结果吃晚餐还上高速公路 我想这下太远了 在车上鞭蚂 吃个晚餐还要上高速公路 天哪 然后到了海牙的各位去国吧 唐人街小小一条 好在那顿好了 晚餐好吃啊 吃片西班牙葡萄牙 加上法国德国 就你这餐最好吃 疑问之下三百多块 原来好吃都是贵的 老板就跑过来了 老板说师父啊 全身都病啊 没力量啊 我说那当然啊 因为你生意太好啊 都在杀生吃肉啊 所以我就赶快给他一些 一些咒语啊 跟他说啊 这样啊 给他甘露丸啊 希望他每天傻一傻 那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他不跟你提这个问题 你就没有机会告诉他佛法 如果他很骄傲我赚大钱 你就没办法 所以我想不是光这家餐厅 所以我必须很随人的 但是却很发喜的为他服务 结果我想说他人还不错 我愿意接受 我就拿着我的甘露品说 我直接到你厨房去好不好 他居然叫我 No 因为他虽然是老板 但是他很怕他那些厨师 看到我进去怪怪的 以后不想煮肉了怎么办 但是我也不会说 因为他有他的立场 这应该的 但是我要跟他说 那就拜托你 我就交给他甘露丸 你就一个礼拜用一个甘露丸 放在水里面 一个礼拜 撒一次 然后我们陈居士哥说 师傅 他这个餐厅 换了很多老板 因为里面有阿飘 所以他们坐不住 所以 当时我就跟老板说 我没有说我知道 我只能说 那你就多撒甘露 一点点饭的味道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然后自己多多放生 然后每天下班就洒洒干入水 回向给这些动物 你一定会好的 所以我想 我这样讲的意思 我还是保证 虽然我很认真关心他 虽然我被拒绝了 或是被接受了 我内心还是平静 那这样我来念佛 我为他诵经 就有用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如此 我特别为什么讲 因为早上有一个女居士 长得很漂亮 我不认识她 她是透过别人 用微信找我 医生决定要把她的腿切掉 因为她的骨癌一直拓散 一直拓散 实在是没办法 她花了很多钱 所以她写了一个 师傅救我 所以 我这个人心软了我 后来我想一想 真正要救的是她的心 原亲在主一定有 所以 但是我看到那个样子 我就知道她是有钱人 长得漂亮 一定很骄傲 骂起老公来 可能很厉害 所以各位 你骄傲又爱生气 你腿小心 膝盖一定会痛 膝盖一定会痛 傲慢的人一定痛膝盖 站不起来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只能给她说 虽然我可能认为你条件很好 但是你不要认为你条件很好 这个会伤害你 这个叫傲慢 我家里有钱 我口才很好 我长得漂亮 她会看不起她的先生 或者看不起别人 这个就造成她腿出问题 这个傲慢再加上她嗔恨心 喜欢吃肉 所以就变成这个固癌 所以我给她两个建议 第一个 你马上离开你家 去住在山里面 好好的念佛唱会 心清净可以 为什么 因为她在她家里没办法 管公司 管老公 管儿女 对不对 像女皇帝一样 放不下 如果她在家里放得下就没问题 当然我也跟她说 如果你现在能够 就放下一切 好好念佛 反正要被拒腿了 什么叫修行 有腿跟没腿照修行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有腿我就才修行 我没腿我就很灰心 那就不自在 了解吗 所以各位你不能有条件论 条件论就是说 目的性太强 我这个我才要修行 我如果这样我就不修行 老公对你好修行 老公对你不好修行 你不能为了有钱没钱 事业好事业不好 为这个担心 那佛教变成一种买卖交换 修得好 红包大包一点 修不好 没红包 那这不是佛法 佛法自尽其义 然后自尽其义 然后好好地去关心对方 所以我昨天去海洋 我觉得来到荷兰很好 很和谐 因为他们带我去超赏 去shopping 很多vegan 结果我发现旁边都是回教徒 而且我仔细看 那个回教徒的女孩子 长得都很美 这个不会生气的回教徒 很美 很庄严 前面是犹太教 这边是回教 我们是佛教 这个很和谐 所以荷兰给人家一个感觉 人跟动物跟众生 不一样宗教很和谐 这是荷兰的感觉 我想是也 所以各位来荷兰一定是感受到这种和谐 所以愿意在这个地方 但是毕竟这个和谐必须从内心做起 如果你心平静去享受这个环保 这个水啊 这个草啊 这个鸟啊 你很快乐 如果你心里想说 我老公今天又没回来 那个水都变成毒 你看了就不舒服 所以在这一点我还是要交代各位 就是说 你的脸稍微装饰一下 就是说 你化妆再多啊 如果你内心不和谐 你穿金待遇啊 给人家是一种压力 你都没化妆 就像小baby一样 看到人就笑 你还真美喔 所以我想就像我一样 我的师父常跟我说 你每天在录影啊看看啊 我以前在台湾 我一定会摆一个看看我的脸 这样 我这个时候讲法是 是伤心有压力啊 还是带着刚刚的悲伤跟压力来谈这个 那就不行了 我就没资格 我讲了再好都没资格 那个就是 那个只是在讲一种知识 跟佛法的智慧没关系 所以我一定要提醒我自己 哪一天就算我要死了 或是你要死了 师父来度我一下 然后我就会很快乐 太好了 你要去极乐世界 走吧 我祝福你 这世界没什么大不了 一念阿弥陀佛忏悔了 阿弥陀佛代理极乐世界 这是要去快乐的 不要伤心 不要悲伤 你有这个悲心 加上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请问他会不会超度 一定超度 但是各位你千万不要说 哎呀我妈妈还在癌症 是你害死你妈妈 你这个担心的妈妈 癌症多一点喔 多一点喔 我担心你 所以 如果你妈妈已经在得癌症了 那你更要 更要非常的平静 不要影响到他的心态 你不一定要给他一个 哇 这么严重喔 你闻死的 你一定很痛苦 那这个不对 这不就要讲空性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这只是一个因缘果报 它是无自信的 大家都会背 但是我必须要很平静的 妈妈 没问题 不是骗他 死了也没问题 因为有阿弥陀佛在 所以 妈妈 没问题 有佛在 要是佛来了 那把医生当做要是佛 把点滴当做干露水 那我来帮你念佛 我又刚刚要替你放生 这个月又佛陀加持月 没问题 你很有信心 心很平静 他就平静了 所以我想一只狗受伤 在发抖 那就是你要给他爱跟平静 他就不会怕 给他食物又摸他的头 他就会平静 但是虽然你知道他后腿在流血 但是你千万不要很可怕很担心 正在哭 那只狗爷眼睛灯了干嘛 我要死啊 我要死了 你还是很平静的 先让他心安静 你这个腿慢慢爆炸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因为各位特别是在家人 你们没有很多时间跟我们一样 天天在寺庙读书 但是生活就是修行 特别智慧是一种面对众生 面对生命所产生的智慧 而不是书本的智慧 书本是死的 书本只是一个地图而已 但是你如何把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用在你真实的生命上面 心无挂碍 无挂碍苦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究竟涅槃 都在平静的状态 得安尿多多三秒上不提 一定会称佛 所以你要经常这样来念念经 所以不要担心 比如说你现在银行 等一下要来跟你讨债 然后可能要把你房子给卖了 你有个担心 就加速那个事情来找你 担心有什么用 反正没房子的就随缘嘛 所以那个时候一心念佛 或是一心欣赏花 如果一个人要被枪毙了 还在看花 这个人会下地狱吗 不会再给我一分钟 好美喔 可以 这个就是佛教的修行 荷兰美不美 但是各位的心不太美 就是这样而已 你伤害了荷兰喔 所以我要把荷兰的心 带给我所有的朋友 各位回到大陆 看到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打电话来 哎呀 荷兰好美 对方从电话里面 就感受到荷兰的清净 就是这样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 各位 你心有没有在极乐世界 你说 嗯 我可能去不了 我业障很重 如果 那你心里都没有极乐世界 你还叫我念佛 所以如果你心里有极乐世界 很清净充满爱 你讲什么 你念一句王八蛋都觉得好好听喔 好 为什么 你怎么那么美 所以我想小朋友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叫爸爸叫妈妈 哦 那个好甜 对不对 因为你爱他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想修行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汉传 没有藏传 没有什么南传 不要有这个派系的分别 没有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所以特别我到欧洲 我每次跑的都是天主教堂 我每次都跑的 我就是跑这个 因为我喜欢那个气氛 我也要把佛教的气氛带到那边 我也要吸收玛利亚的气氛 耶稣基督那种忍辱爱的气氛 我也要接受那种教堂的那种高 声音的庄严 所以 下回我碰到我 我回到台湾或到其他地区 这一站我在荷兰 下一站我去英国 再来我去美国 再来我去加拿大 但是我不能带着一个痛苦给他们 因为我身上有河南的水漂亮 要有西班牙葡萄牙的这种 像沙漠的广大 还有法国人来吧 来聊天嘛 所以这个你要吸收对方的精髓 虽然昨天我去那个餐厅是卖荤的为主 但是听说我们来吃树的 因为他们很认真 非常感恩 但是呢 哎呀 吸去观想 那一家餐厅 哇 满满的人以后都是在吃树 对不对 他们吃的肉没关系 你们吃我们超度 你不能说 哎呦 你吃肉 你讲这种话 你心里才懂 你要判他死刑 这样 所以我想阿弥陀佛会这样吗 阿弥陀佛会指着你都 哎呦 你吃肉 阿弥陀佛不会 阿弥陀佛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忏悔 念个佛 OK 你到死之前一秒钟 记得念佛 你还是完成净土 哪怕你强奸多少女人 OK OK 这一点各位要学 念佛要有佛的心 但是我们凡夫不一样 我老公对我不好 我朋友欠我钱不还 每天在那边抱怨 因为我们的心态有问题 跟佛不相应 所以我想 等一下我们要做甘露事实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如果你用一个清静心慈悲心 插一朵花 那一朵花长得不好看 那就是很美 为什么 因为你加持它 所以你最爱的儿子 或是你最爱的爱人 送你一朵玫瑰花 你会觉得是全世界最美的 并不是花本身 而是这个心态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世间已经够苦了 我们不要让别人苦上加苦 那个对 那个错 那个对 那个错 你完复法人 你又不是法官 所以各位不能有这种 是是非非的 对立的心态 对 得爱症 正好修行 有钱 更好修行 所以刚刚我车子来 我看到路边的房子 哎呦 河南人有福报 对不对 水旁边有一间房子 还有停车阁 这个要有福报 我就跟我们出家人说 好好修啊 我们出家人都比他们没福报 还跟他谈什么佛法 但是后来讲回来 我们不用羡慕太远 因为我们心里有佛法 我们比他一百间房子有福报 因为我们的家在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当下就活在极乐世界 他的好 我们一起享受一下就好了 不要说那是你的 所以各位呢 我喜欢到处跑 到处跑 哪里不是我的家 就是这个意思 见到的人都是家人 昨天我在飞机上 跟我们战和师坐在一起 那个空中小姐 年纪不小 她的脸好漂亮 我就跟战和师说 我们看到玛利亚 她的眼神好庄严 没有男生女生的分别 玛利亚就是那个眼神 今天是佛陀日 你看佛陀 摄影在她身上给我们看 而且拿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 一点也不傲慢 也一点也不轻率 然后我们要把杯子还给她的时候 她居然用两手 哎呦 我坐那么久 我就看到两手的 两只手接你的杯子 这么亲切 佛陀在视线给我们看 要像那个样子 她那个眼神 她那个态度 我在想说 那个如果是我妈多好 一生下来又妈这么美 妈这么有爱心 所以我各位 我必须告诉你各位 这个东西很重要 如果你做爸爸做妈妈 你一定要让你儿女永远 永远记得你的脸的美 我对我妈妈就是个记忆而已 所以我对我妈妈 我从小就是喜欢看我妈妈 我甚至发愿 以前你交女朋友要怎么样 长得跟我妈一样就OK 因为对我来讲 我妈妈是最美的 一直到她往生 我都在看她的脸 这样而已 所以 那当然 这个就是佛陀的脸 从满爱 对你无所求 默默地关心你 我想各位扮演父亲 扮演母亲 扮演佛教徒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你做严供警察 你还是笑一点吧 因為你不要怕她 反正罚款就罚款 那天我们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为了要走做最大的 五大盘 两个警察来了 我赶快跑 我躲起来 不是说我怕 因为我怕她侮辱到这件衣服 我怕她侮辱到这件衣服 我默默回向给她 我心里在想 有没有钱 有没有钱 准备罚一万欧 结果 没有啊 警察只是 警察在这边待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们收一收 收一收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继续念 继续念 这样 后来我也知道 担心没有用 所以 尽力而为 搞不好这两位警察 又有缘 同享功德 有行无行众生 同享功德 所以我这么说的意思 是希望各位 来念一下 学习放下 好不好啊 不要担心 放下 怎么办 她得来症死了怎么办 她车祸死了怎么办 就是这个心伤害到她 所以你要帮助众生呢 你要很平静 充满佛的力量 虽然我们没有 不是修行很好 但是我们念佛 也没有佛的力量 就是她 我有度母的力量 南无阿弥陀佛 我有阿弥陀佛的力量 所以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我们用这个力量 来回向给对方 来祝福对方 这个叫保持正念 时时刻刻保持正念 事情一定会来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 这些 变化无常的事情 那你要利用这个因缘 看你的心正不正 是不是还充满慈悲 你不能有条件 我对这个人很慈悲 我不准备对这个人慈悲 那你就不符合佛法 佛法是你自己要决定了 我决定对这个人慈悲 对整个西班牙 对整个荷兰 对整个欧洲 不管他政治情况怎么变化 哪怕他把我最爱的人都杀掉了 那当然我要超度他 但是杀我爱的人 我还是要超度他 回向给他 冤亲平等 各位每天都会念 愿众生离冤亲爱舍惜 无分别 千万记住 我发觉现在很多年轻人 很喜欢读佛经 很喜欢看很多经论上课上课 但是他就是有分别 这个就是佛法变成一种知识了 变成不是修行 然后越读越多越伤爱你 因为你有很多知见的分别 自己却做不到 你可能会把这个知见 用词去量别人 变成自己很骄傲 我读了很多 我了解很多 所以那天有一个年轻人说 师父 我刚做完十万拜加行 我都没有微笑 我说你没有跟你爸爸妈妈 讲十万次的爱 我没有 那你拜这十万拜 对你妈妈有什么用处吗 如果你用你的身体代替妈妈 的身体这样再拜 愿妈妈跟所有众生 都能够消除我们身体健康 我觉得 我说你不要把一下拜完 最好拜一辈子的十万拜 不间断就好 你不要把前面 我拜完了我就可以追求后面的知识 那你整个在利用十万拜 我把前面的拜完 吹完军军 我就可以修大所运大圆满 那你是有所求了 你这个不是佛法 这只是在考试 我要高过于别人 那这所有的过程你都用不到 因为你是做这个是为了下一个 做这个又为了下一个 你没有活在当下 你没有当下在极乐世界 你没有承认你的佛性 你把佛教变成一种 就一种阶梯式的考试了一样 那对佛法对你没用 千万不要把佛法认为说 要读三年读四年读二十年 或出家才叫佛法 所以我很欣赏中国人的禅当下 或是净土中 一心念佛当下就是佛 念佛当下就是佛 此方即净土 弥陀在我心 这个是当下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我要行持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所以把佛陀的法交给蚂蚁 交给魂牟 孤独地去行持佛陀的佛法 不要活在人多人少 别人喜欢我不喜欢我 这个就是得失之心 所以我想各位呢 要如此 佛法没有低跟高 我认为这个法门好一点 你这个法门差一点 你会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我这次来荷兰 荷兰你看 这么多民族 这么多宗教 跟动物和谐在一起 这个佛教教 就要办一个叫佛教公国 像凡蒂冈一样 那管理的是什么佛教徒 对不对 只是当然加一个Vegan才进来 因为吃素才是平等的佛法 免得是说 虽然我们家慈悲 所以大乘佛教有这个好处 那时候再想一想 请问这个佛教公国在哪里 在你心里 你千万不要去要求别人 吃素不吃素 是你心里平静了 这样就好了 你平静去看他的优点 你平静去接受他的缺点 这样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跟他比赛 谁高谁低 这个对那个错 有这个是非分别 你就是制造混乱的根源 因为你心不平静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一切都不执着 却充满了爱 就是金刚经讲的 因无所住 没有分别一切 接受一切 而生其心 而生其大悲菩提心 空性以大悲 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 去生活 所以接受阳光 接受水 接受台风 接受下雨 接受健康 接受生病 接受来 接受去 千万不要一个 来你就不要去 在我身边你就不要离开我 我记得我昨天我们团体要送走了 我希望大家都念佛 记得往生极乐世界 师父还要继续忙 师父不要 我要跟着你 师父你去哪里 我跟着你 我不是有拖累了吗 我说错了 依法不依人 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只是找到你自己 你再回到这个娑婆 你随时都在净土了 下地狱也是净土 为什么 度众生 就像各位说我们去虎牧区快不快乐 所以慈悲当下就是佛 你拿一把米 昨天我们去买了面包 然后看到一只海鸥 八点多了 一只而已 结果把面包想说一只而已 就不是给它吃 海鸥可厉害 嘎一声 全部海鸥都来了 这比我们人类慈悲 我们人类看得好了 自己摸 我还分给别人 所有海鸥都来了 那个时候快不快乐 快乐 我们要去吃饭以前 我买了生的玉米 撒了一满地 一回来说看不到半颗 太好了 他们吃完了 可能是鸽子吃掉了吧 所以我想各位 随时你都可以进入净土 慈悲就是佛 慈悲就是净土 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很烦恼 千万不要把担心 这两个字放在心里面 怎么办 怎么办 事情解决不了 现在就放下 现在就改变 当下几事 当然有些人放不下 那只好一波罗波罗蜜都顾 你要看清楚 这个都是虚幻的 暂时的 我好痛 暂时的 我好快乐 暂时的 这个身体 暂时的 无常无我的 一执着就是苦 所以我们要得到暂时的快乐 那么我本师是加摩尼佛 就是融入于佛陀的心 做出佛陀的行为 你要讲 依正见 产生正行 这个见讲的是你的心态 不是知识 因为这个法已经入心了 叫见 斜见下地狱 正见得真伤 见是不变的意思 而不是知识 怀疑 所以你已经佛法入心了 然后产生行为 依正见 而产生无伤害的大悲行为 去帮助众生 那各位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个工作是一个杜众生的助言 这样而已 没见 不管你做什么 这是在杜众生 那你现在还在看餐厅 我昨天问局次说 我们华人干嘛 开餐厅 开餐厅一定要买荤的 不然会倒电 当然福报够了 我们就可以买树的也不一定 但是现在还没办法 没办法怎么办 也是杜众生 这些肉来了 我就一直给它回下超度 对不对 让客人吃了 没有杀生 没有吃肉 还吃到甘露 你要先 你不用说完蛋了 这叫完蛋了 我在卖荤的 我吻死的 那你又不得不卖 那你干嘛用一个这种心态在卖 转一个念头 为这些动物生起一个愿力 我用你的肉转化 你的肉我可以赚到钱 但是我一定会成佛 我也让你成佛 你要有这个愿就好了 虽然你现在没办法 但是如果 你就一直很烦恼 一直很烦恼 所以很多居士都会说 哎呀师父 我很烦恼 我就 我就帮你说 我很惭愧 我说你做到后来 连素食店都开不起 倒了 你还病了 你要保持乐观 努力做 但是虽然我现在不得不 就像很多人说 师父我想要出家 然后出家是好事 但是现在你结婚 你要好好的爱你先生跟太太 等最后一秒钟你才放下 只是不要执着他 你不执着的跟他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在帮助他佛法 等你哪一天决定要出家 那个时候全然放下 不要 我现在要出家 每天跟他在一起 我好痛苦 最后你都没出家 然后有些还真出家 真出家要继续痛苦 因为你已经痛苦很久了 你怎么会把快乐 带在我们寺庙来了 所以有些人找我们出家 我一看 我这个人不能来我们这边出家 他是悲剧人物 我们来出家是快乐的 来利益众生 你这么悲剧 这么不快乐 你念的佛 一定听到也要下地狱 所以我想各位 你现在这是个因缘 今天太好了 我还跟他在一起 我来偿还业障 我现在还在生病 或是在宵夜 心里接受他 接受这个因果 但是更精进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很烦恼 很担心 所以我想用这种心态 你可以帮助对方 用这种心态 你可以超度对方 用这种心态 你可以转化世界 这个叫一心念佛 这样 你要拜佛可以 你要修前行可以 你要念欧班扎萨都空可以 都不要有所求去做 不要算数字 数字是有所求的 有目的的 因为佛陀就叫我们一心念佛 经常念佛 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 一日乃至七日念佛 乃至持重 我很少看到经典说 规定要念几遍 那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悲心 愿他们都来临法会 而且这个法会不是我们 今天的法会 是所有有佛法的加持的地方 他们都进入了这个 大金刚的坛城曼陀罗 来即解脱 所以各位用悲心 学佛法 特别是大乘佛法 就是永远不离开所有众生 永远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就希望天天跟他在一起 这个叫空 空就是我们互相连结在一起 人不能够离开太阳 人不能够离开水 人不能够离开空气氧气 一分一秒都不行 所以空性就是我们 不离开所有众生 不离开佛 不离开菩萨 阿罗汉圆解 不离开六道众生 要时时刻刻保持这种心态 请问你会不会寂寞 如果你还想要找一个人 依靠啊 代表你很寂寞啊 好可怜喔 所以各位要如此 爱你太太可以 爱所有的人 都像你太太妈妈一样 可以 爱你爸爸可以 所有的爸爸 所有的先生 都像我爸爸一样 儿子一样 你要把这个化为一体 化为一体 而不是说单独我 对你这个是这样 这个叫执着 这个是你的脆弱点 你会因为这样而苦 所以各位要一直念习 现在让所有众生都 进入佛陀的坛城 有吃有喝辣 那各位每天都要修一下 为什么 愿荷兰人 愿欧洲人 愿过去黑死病者 愿过去乃至现在死亡动物 那都能够坐在莲花 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样 然后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管你念哪尊佛 你都要观想这尊佛 好大好大 像好庄严 三十二像八十随形好 在虚空啊 而且他每一个毛细孔 发无量光光中化佛无数义 对不对 化菩萨众义无边 然后接引了各种的众生 坐在莲花 四色莲花也代表 慈悲喜舍 四无量心 去接引各种的众生 这是我们佛教徒的责任 一个地区 只要有一个发心的佛教徒 在那边念佛 词咒诵经 那个地方就得到净化 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之所在 所以不管修学什么样的佛法 都不要为自己 而且要相信佛的力量 一点都不怀疑的 为他们念 就像你来念 Omari Ben Ben Ho 整个世界 都是诸佛大悲心的加持 所以如果你经常这样念 特别因为各位身上有人跟我说 哎呀师父 我有堕胎胎了 怎么办 你每天用这个心 也会替他念 也观想他坐在莲花好快乐 他早就去净土了 但是现在不是他去净土的问题 而是所有的胎儿都可以去净土 所有的老人都了解生命的方向 我这辈子好好的拜颤修行修功德 结完世间的姻缘 我将来都可以去极乐世界 不是光 他没有往生前已经决定了 这个人快不快乐 快乐 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医生说你可能会再活半年 好呢 要去净土 他会更积极的修福报 对不对 会积极的结善于 当一个人的生命 生死他已经有一个方向了 他一点都不挂爱 现在就怕活着不知道为什么 每天在担心那个次要的 暂时的事情 生死的问题 生死大事没有挂在心上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立定 并不是说你现在是18岁或81岁 谁都要决定好 你决定好 你上了车 正好往生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不怕死 不怕死就不会死 因为你已经决定了 接受了 所以对你来讲 顺便到目的地 到哪里 如果我活着太好了 我可以把爱 智慧传给对方 不分宗教 如果我往生了 那最好将来趁愿再来 可以普度众生 所以现在活着干嘛 等一下 劫善缘 乐无边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 是缩脱世界 是苦的嘛 是无奈的 但是我们就是到处跟他劫缘 劫缘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辈子是最后一次做凡夫 就是跟他劫好缘 下辈子直接去极乐世界 去十方净土 再来的时候 那时候是空性大悲心 那个时候 现在的缘分 就要跟他圆满了 所以各位现在多布施给鱼 布施给鸟 我觉得我到欧洲 我一点也不寂寞 反正哪里都有海鸥 丢完能赶快跑 特别到加拿大 一丢来几百只赶快就跑 所以跟他结缘 等他们讲谁喂呢 对不对 十个一定有两个反对 其他的还随喜 我去西班牙葡萄牙 觉得他们人真的不错 西班牙葡萄牙比较随便 你做他就看看 他也不会反对你 我到了美国加拿大 他们各个像警察 好像我做的都是错的 所以跟他解释解释 我们这次到葡萄牙很多 他们都会跑来看 但是他们不是排斥 他只是 你在干什么 这样而已 他不会排斥 然后你给他解释 他有什么 还有道理 对不对 因为文化不一样 他们比较浪漫 到了比较更先进的 就比较个人主义 好像你侵犯到他一样 那是随缘吧 但是你只要走过来 我就给你解散语言 包括警察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到处解缘 但是心放在净土 好不好 当然要净土要死啊 你怎么可能活着去 但是问题是你接受了 生跟死对你来讲 只是一个战死的因缘 你这个看淡 但是好好利用分分秒秒 积极地去解散语言 去慈悲 最好能够上品上身 所以用了这个心态 经常要念佛 因为你走到哪里 就把阿弥陀佛的力量放到哪里 你走到哪里 就把所有功德融入在哪里 你布施一根米 等于融入了所有 食食食物的功德 你供养一朵花 等于所有世界这个花的供养 你都加入这个念一下 功德海 记住哦 不是你一个人在念佛 所以佛陀说 一个人念佛 十方诸佛皆在念佛 一个人持咒 十方诸佛的心 都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 那你了解这个意思以后 你永远不痛苦不孤独 哪怕生命还有五秒钟 你还在奥曼尼佩命 对不对 因为你融入诸佛菩萨的功德 去布施给众生 五秒钟也要利益众生 怀着慈悲心而死亡 怀着慈悲心而生病 下回我们就可以跟佛陀一样 怀着慈悲心来投胎 来视线生老病死 八项成道 所以佛陀在演一场戏给我们看 那这场戏是非常有意义的 放弃世间的地位享受金钱 追求真理 得到真理以后 油画租房 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神通 现在不用有神通了 现在坐飞机OK了 现在用网路 现在各位在这边 全世界都在看了 用网路他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把佛法融入在每个地方 但是只要你心里平静就重要 所以像我们到昨天为止 点灯已经超过 3200万盏灯 3200万 这个算什么 我这次加拿大有个团体要来见我 他见我 师父我们已经点了4000万盏灯 融入于功德 4000万加3200万 不是7200万 一下就发财了 全世界这么多 融入点灯 融入焉供 我们做的焉供已经是 141000多场 全世界的焉供 昨天大功德日 什么都放了 因为大家要争取这个功德 融入这个功德 回向给法界众生 所以我想功德没问题了 不得到福 不得少福得善根因缘 对不对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福得功德 不是给六道众生 我们大家一起念佛的这种善根 这种愿力 来念一下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接引众生 得生净土 那你要看到极乐世界 然后西方三圣 这些接引的25大菩萨 祖师大德 然后就开始在接引 包括我们 好不好 最好念一念 等一下你就不呼吸了 太羡慕了 你做的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 全然的接受 你心里接受 你的冤心在主更接受 知道这样吗 你心里在净土 你的冤心在主 因为你他才感受到净土的好 这样而已 他就会融入在净土 所以你不想往生净土 你干嘛叫我去净土 因为我要把你赶走 免得你干扰我 那这个怎么会去净土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心里要在净土里面 你爱你的胎儿 妈妈在净土 你也要去净土啊 对不对 去极乐世界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 不可能 不实现 阿弥陀佛的力量 可以带领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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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现在用心念 不是用嘴巴念 用心这个念头 可以融入到整个地球 整个法界 好不好 可以融入到最深的地域 最高的天 融入到诸佛的净土 都在听到 哇这个世界有人在念佛耶 有人要成为佛陀耶 有人在慈悲耶 所以各位要用整个生命 去供养阿弥陀佛 去融入阿弥陀佛 去融入净土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融入以后 我变阿弥陀佛 所以我才可以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来供养给众生 听一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你要把佛的力量 帮助众生来自你的心 让你的心一心念佛 想着众生苦 众生就离苦 你不要担心 不要烦恼 不要放不下 不要着急 一切 我告诉各位一个重点 很多人说 我要得到那个果 要怎么办得到 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烦恼 不要用心机 现在念佛 我做善事 自然结果会更不可思议 你希望你的先生吃素 很烦恼 他不吃素 这种话不要说 我帮他种善因 用他的名字去请人家吃素 然后我经常祈求阿弥陀佛加持他 自然他就会改变 学佛就是要心无挂 却很认真 很有信心 很认真 不能为什么事情烦恼 所以各位永远 永远记住这个 事情一定会最后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但是你千万不要脱离因果 我想要去追求那个果 所以我现在就专心的念佛 持咒诵经 诵经也不是光念而已 诵经是心 我经常劝大家念经不要念太快 慢慢念 地藏经念个十个钟头最好 因为你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 就才把地藏菩萨变成一个活的现象 你把极乐世界变成一种真实的加持 要慢慢 学佛不要有一种 我赶了这一辈子要干嘛 我赶了多久要干嘛 这个你又卡住了 有些人心经都会背了 天天起烦恼 背心经要干嘛 所以我经常用一个钟头念心经 波尔 我每天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念心经 波尔 波罗密多 心经 这个波尔 就是了解无常 空性 看到真实的面貌 欧洲的真相是什么 荷兰的真相是什么 对不对 要看到它的真实相 男女的问题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它不过是一种爱 素质的因缘碰到了 有一种欲望 一种执着 但是呢 最后 还是苦了 虚幻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爱 变成一种慈悲 希望对方赶快称佛 一种助缘 那是可以 那是一种波尔 你把爱变成智慧 就可以波罗密多 我就是这样一直思维 就可以圆满一切 不但不会被爱所痛苦 不会被火烧死 还可以把火变成动力 所以我想 钱可以帮助别人 钱也可以害人 爱情可以害死人 但是 把爱情化为慈悲 可以爱所有生命 有人会跟我说 師父我给你讲话 觉得很快乐 你的意思是说 跟你老公讲话很不快乐 我说你千万不要自作 我只是告诉你 你用这个方法 去对待你老公 你就快乐 你不要去反弹他 抱怨他 所以你用一种接受 一种爱 佛教不是叫你转移 佛教就叫你 当下用极乐世界的心 去接受癌症 我在效果业上 我可以承担 所有众生的苦 对不对 这个苦转为佛法 没有这个苦 我怎么可以停下来 好好念佛 所以你要感谢这个因缘 而不是抱怨他 所以你要转化 这个叫般若 所以因为一般若 菠萝蜜 所以得观自在 观 你要一直思维 观是一种看到真相 叫观 不是眼睛的分别 真相是什么 空无之性 一切都是幻化的 所以得自在 不但得自在 还发起了利益众生的心态 菩萨 对不对 那你就要一直分析 一直分析 这个分析不是光解释 我现在在解释给你听 海涛法师讲佛法 自己很执着 那白讲 所以我有时候 为什么要跟信徒在一起 去旅游 像这次去十几天 让他们了解我 我是保持距离 但是我给他们佛法 我也不能跟他们连在一起 但是我只是借着短短的十六天 给他们佛法 这是我的报恩 我对我妈妈也是这样 对我爸爸也是这样 利用这个因缘 来感恩他的佛法 你要讲过去是怎么样 那是一种攀缘 那只是说让他有信心 但是不能掉在这里面 所以重点是佛法 这样而已 所以能够给对方佛法 这是唯一最圆满的礼物 这样而已 当然了 照顾吃喝住 所以各位这要学 做个菩萨要照顾人家吃喝住 所以时间安排 旅游点又动又静 这个都要学的 因为佛法不离开方便 然后你要时时刻刻保持这个状态 那你的家庭变成净土 因为对方 儿子爱生气 女儿忧郁症 老公爱打麻将 这个都是你修行的祝愿 太太爱骂人 又脾气又不好 哇 这个好羞 问题是你很耿耿于怀 讨厌 那你就不会羞 一波勒波罗蜜多故 根本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他在骂我 或真实的我在被你骂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我只利用所有的有钱没钱 生病健康 来看到真理 来慈悲 来接受 来忍辱 这样就好了 千万不要 不要把法当作法 跟你现实的身心没有关系 或我拜完十万拜 我说 我看你一点都不尊敬众生 离拜是为了破我慢去承受众生苦 去尊重众生 把众生当作佛 这个叫离拜的意义 也是一种惭愧 供养 尊敬 所以你要有十万次的这种心态发心 那倒正确了 如果忘了这个动机 是在追求一个数字 那你还不如不要拜 为什么我会增加你的骄傲 傲慢 我有夹行 你有吗 我有灌顶 你有吗 我念佛十万次 七天念完 你有吗 那会有伤害你 这个法没有融入你身心 你变成一种傲慢 是一种对立 你会厌离这个世界 你看到人会很讨厌 不要跟我讲话 我要念佛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沈德仁若说 你睡觉咕咕咕这么大声 那你学佛学颠倒了 我想各位学佛以后 一切因缘 这个都是我们成佛的祝缘 好好坏坏 对不对 黑色的要有白色配 黄色的要有红色配 光明要有黑暗配 这样 这个叫空 全然接受 万法都是佛法 万法都是慈悲 离不开佛法 像我现在是在聊天 但我聊天不离开佛法 你要利用各种的行住坐卧 生老病死 各种因缘 来修行佛法 千万不要切断 这个是佛法 那个不是佛法 那你就不会修行 佛法是融入 融入 所以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行事 本身虽然是空 但是它就是佛法的工具 最好的方法 而不是说 这样我就不要看了 我不要跟女人讲话 女人都讨厌 我不跟男人讲话 那你不可能会成佛的 因为你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你这种断灭的邪见 这个才是佛法 那个不是佛法 所以你要一用万事万物 请问这个花 本身就是无常无我 但是花这么庄严 上供下施 让整个法会这么重要 花太美了 所以 它是我们了解它的本体 所以 了解它的相 了解它的用处 叫体相用 虽然讲空 但是不离开这些 那各位要应用你的因缘 因为佛菩萨创造这个老公 这个太太 这个儿女 这个生病 这个有钱 这个穷给你 这个都是你修行的功课的祝愿 因为你有这个业 你有这个善业跟恶业 那你要利用这个善业跟恶业来修行 千万不能说 那个才对 这个不对 如果我 我离开这边我就可以修行 那你错了 请问你要到哪里去 离开荷兰 再回大陆 回到大陆又烦了 又来荷兰 再换个国家去法国 因为你会一直觉得说 格格不入 这个就错了 佛教讲空 不离开万法 无言而彼此生意 无色生相会触法 无言见 这些就在这里面去找到空 去找到爱 去找到慈悲 这叫随缘自在 佛说我在念佛 我一辈子都不会生病 我在念腰式经 我一辈子都不会生病 不可能 希望你能够病 病到感受到所有众神轮回的苦 那这个病对你有帮助 而且这个病让你有生起一个大悲心 这个病让你了解空性 当我恢复念佛的时候 我不感觉到我的痛 当我执着身体是我的 你又开始痛 所以这个痛跟不痛 是看你的心态 打坐的人会麻 也会不麻 当你很专注的时候 你会发觉身体都没有了 灵魂要出窍了一样 但你又觉得身体是我的的时候 你又开始麻 又开始酸 又开始痛 所以这个就会让你 你从